五六十名由警方和民間單位組成的搜查隊 在太平山區大會摩搜山 經過五天的搜尋 終於在二十九號的下午五點多 透過空拍機在一個陡峭的斜坡 發現了一具遺體 警方集結到現場 經過初步見識 這具已經腐爛嚴重的男性遺體 就是在二十四號當街在彈子火車站旁 射殺滷胃灘 曾姓老闆的林姓男子 雖然還沒有找到遺書 但警方根據現場來判斷 懷疑林姓男子是畏罪親身 為了盡快查明真相 警方連夜將遺體一夜證物 運下山調查 雖然趕在死者投妻前 終於找到了兇手 但死者舅舅還是希望警方 能夠盡快查明真相 家屬質疑的是因為這件槍擊案 外傳是死者和兇手的前妻 有感情糾紛 但包括死者的媽媽親戚都說 死者有一個長期穩定交往的女友 因此懷疑是殺錯人 警方強調會盡快查出真相 另外也會擴大追查 兇手持有的改造手槍來源 我是新文武力安線中SNG坦中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還要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